你知道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区别吗 今天我来带你了解一下 一,工作原理不同 我们用一个信号发生器 与他们一个相通的信号来看一下 模拟示波器采用的是模拟电路 示波管基础是电子枪 电子枪向屏幕发射电子 发射的电子经聚焦后形成电子数 并拿到屏幕上 电子数是有输入信号控制 从而显示波形 而数字示波器则是数据采集 ID转换 软件编程等一系列的技术 制造出来的高性能示波器 二,显示不同 模拟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连续的 是信号真实的波形 而且反映速度很快 而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波形 是经过数字电路采用得来的点组成的 是个不连续的波形 采用力越高的示波器 又与真实波形接近 但显示速度没有模拟示波器快 三,功能不同 模拟示波器功能选择是通过机械开关切换 而且功能单一 而数字示波器功能可以通过轻出按键来切换 且功能很多 能实现信号频率 幅度 上升时间 上冲等参数的显示 四,记录保存方式不同 模拟示波器不能自动测试 且只能采用屏幕照相的方式进行记录保存 数字示波器加入了程序控制器和数字化 更容易实现自动测试与记录保存 你还知道哪些不同 评论信下方告诉我们